有业者出报后第一时间就鞠躬 道歉但是对比之下 唯一处理似乎有些瑕疵的 王品集团旗下的慢咖啡 一开始还声称 他们没有用问题猪油 甚至一度拒不出面 可是今天态度大转变 不止出面解释 还把原来说不退费 只送咖啡改成全额退费 在这里我也深感抱歉 鞠躬 道歉 省饮了一天 王品终于出面说明 旗下的慢咖啡卷入搜油风波 因为店里卖的番茄蔬菜汤 是委托强冠公司下游厂商 魔术公司代工 因此染上了有问题的 全桶青芳油 但明明用了猪油 台中卫生局11号击查时 王品却说 现在集团没有使用猪油 王品解释9号 已经将这款全桶青芳油下架 所以才会跟卫生局说 没用猪油 在回答的时候 可能让卫生组误解我们 他是想要说明的是 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猪油 所以让卫生署有这样的疑虑 不承认说谎 只说沟通上有问题 事实为何 台中卫生局还要继续查 只不过比起13号省影一天 亦德之被卫生局认定 可能有隐匿不报之前 最高开罚300万 事隔一天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还开放7月28到9月9号 买到含有番茄蔬菜汤套餐的消费者 凭发票到门市全额退费 态度大改变 就怕砸了王品者大招牌 运电TV蔡宗如李宗憲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